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跑 大家都知道 平北大母顺顺发情了 每次我这儿有狗发情呢 这两条公狗 一个卡卡 一个达达 他们两个就水火不容了 今天让大家看一下 也就当娱乐一下吧 这个呢就是 种公达达 他已经焦躁不安了 给他放出来 卡卡已经放出来了 放出来 跟他妈去玩 后面的是卡卡 打了 果然 去找卡卡的麻烦了 顺顺还帮他的 顺顺还在帮卡卡 他们不会打起来 顶多是这样打的 不会打的太 太 太焦灼了 顺顺 顺顺在帮卡卡 大家看到没有 在帮卡卡咬打打 果然还是同出一脉啊 顺顺 来 来 来 顺顺 过来 现在只剩下达达和顺顺了 卡卡跑了 卡卡被达达给打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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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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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顺 出来 你出来 打打他们圈到里面 这顺顺天数差不多到了 别一会真配上 所以他们俩呢 也不是说打的不可开交啥的 只是打打对卡卡的一种威胁 一种下马威 就是让他知道 这个 在这儿是我的地盘 你不要在这儿胡作非为 他们不会真的打起来的 不会说打的不可开交的啥的 更何况有 卡卡的 妈妈 顺顺在这儿站着 要真打起来的 顺顺肯定是帮他的儿子卡卡 刚才大家 来顺顺 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 卡卡和达达在 争斗的过程中 顺顺是 帮他的儿子卡卡咬达达的 所以这个一山不容二虎 这个一个犬舍或者是一个院子里 只能有一条公狗 除非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他们就是有这种领地意识 然后呢 有喜欢这个平背小公卡卡 也就是顺顺的儿子的 可以私信我 卡卡作为一个伴侣犬 是非常的好玩的 他那个 他性格比较温顺一点 和人更加亲近一些 好 试试 等到过这一两天 我就带顺顺去搭配这条种工 到时候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 我还会拍一期视频给大家看 今天的视频呢 就当是娱乐 咱们就说到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 我是小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